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梁梅 今天的加权指数呢 小跌了35点 那昨天美股是中错的 那为什么今天呢 的加权指数才小跌35点而已 今天走一个峡浮震荡的整理格局 开高走低 但是呢 长期的趋势我们从主力军人来看 已经连续32天都在做多 所以呢 目前梁梅还是看偏多的看待这个盘式 那今天只是算属于一个压回 长多的拉回 测试一下这个5日均线跟10日均线的位置 那目前要观察重点就是下挡支撑在这个月线 月线这个位置8284 只要这个8284呢 它不跌破的话 而且主力军人量呢 都在做多的话 那么梁梅还是一样偏多的看待这一波的行情 这一波的行情呢 上可能可以续攻前波高点 843 9点的位置 是应该是有可能的 那另外呢 我们看起货指数方面也是一样 但是今天的起货指数呢 有做一些震荡 今天呢 开盘开高 开小高 然后有沙地之后又上去 然后又下来 今天呢 几乎收在相对的低点 那是小碟10点做收 那今天是由于结算的关系 小碟10点 那如果说我们从保育证指标来看的话 早盘8356呢 它翻空 翻空之后在8348的时候翻多 但是这一笔呢 有小赔了 小赔一点 然后呢 847的时候翻空下来 到835有翻多 做多再上去 到8339翻空下来 到8332做多 但是我们这一笔单呢 我们不留长 因为呢 保育证台期波段指标呢 在8304的时候 其实已经翻出一个做空的讯号 所以呢 在这一波 我认为呢 现在还是属于多头的走势 但是目前呢 会走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的格局 因为呢 保育证台期波段指标在翻空 所以呢 当两个呢 有相冲突的情况之下呢 表示它会走 先走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的格局 等待呢 两个方向一致 两个指标方向一致的话 那么就是指数呢 就会再往上攻 指数就会再往上攻 那另外呢 在股票方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喔 我们每天跟大家追踪的宏达店 今天呢 又跌了两块钱 那它已经在这边盘整了很久了 所以呢 因为主力均的量呢 它是持续的都在做空 而且保育证台指标呢 从来没有翻多过 纵使之前有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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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样没有翻多 所以呢 你看看主力均的量你就知道了啦 今天还是深绿色的 拼命的再慢 拼命的再卖 主力大户拼命的再卖 所以这档股票呢 就是涨不上来 在283时候翻出做空虚话 到现在呢 到现在呢 股价呢 已经来到了125.5了 所以呢 这一档股票呢 已经腰斩了 已经腰斩了 所以你如果早在这边呢 283附近有去做空的话 你这一波下来呢 也是大赚 也是大赚的 但是现在呢 大家总是 大家做股票习惯做多嘛 那总是可能会习惯就是 去向下去做摊平的动作 去做摊平的动作 但是呢 我 梁美不反对你去做摊平的动作 但是我认为你要做摊平的动作 你必须要摊在正确的点位 那等到呢 保利润指标要是翻多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进场去做多 其实呢 也不迟 那另外呢 再跟大家追踪一档股票是TPK TPK呢 今天呢 又是一样 正如梁美所说的 今天又跌停板了 那梁美之前在618的时候 就已经每天都跟大家介绍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呢 从5月份的时候开始翻空 结果一路的跌 一路的跌 一路的跌 跌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跌了将近70%了 那因为它的主力均能量呢 持续的在做空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梁美也是要提醒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不要轻易的去摊平这档股票 因为呢 它的主力均能量呢 一直都是都在做空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呢 都进去摊平 甚至呢 早点会再买 因为它是从618块 它是从618块跌下来 从618块跌下来 你可能会觉得说 咦 现在的股价已经相对的低点 相对的低 所以你会拼命的去买 但是今天却又创了波段的新低 那你看这个是下面这个是融资喔 融资呢 还维持在高档 表示呢 真的有很多散户投资朋友们呢 在这边都在做加码动作 在这边都在做摊平 从除完全息后 在这边呢 都在做加码动作 在这边都在做加码动作 所以呢 一路的摊平下来 一路的摊平下来 你的损失呢 比你不摊平还要多 所以呢 要操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等到说它买点浮现 主力据燃量再做多的时候 我们再进场去做多 是属于比较安全的格局 那另外呢 还有几张股票我们来看一下喔 威刚 像这种股票我就觉得可以买啊 像这种股票呢 为什么 像现在拉回 正好就是要好的买点 因为主力据燃量它还是一样在买 主力据燃量还是一样在买 68.4的时候就已经翻出做多的讯号了 而且这张股票呢 属于相当强势的股票 那像今天呢 今天是一个开高走低盘 那它还能收购收在平盘 它还能收购收在平盘 收了一根十字线 算起来已经算是相对的强势了 威刚这张股票 自从过去呢 12月4号29.4 翻多以来到65块呢 这是已经大涨一大波了 然后到68.4重新再度翻多 主力据燃量重新再度翻多 这就是我们进场的好时机 结果呢 到现在呢 86.6 所以是不是又大赚了 又大赚了将近20块的空间 所以要买股票呢 你一定要选到对的股票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红达电TVK 它呢 就是买点都还没有到 那你如果买到买点有到的 就很容易涨啊 到这边你都再去加码都还来得及啊 这就是操作股票 不然是股票也好 其实也好 你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方法跟工具嘛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方法跟工具 你要操作的话 你就比较得心顺手 那另外呢 还要让股票成德 这张股票呢 我也跟大家介绍了一阵子了 那前几天呢 有拉回做修正 那今天呢 马上又涨回来了 涨了1.2元 那这也是因为主力据燃量持续在做多股票 那保利赚指标呢 早于在5月中旬的时候 39.4就已经翻出做多的讯号 所以这一路的涨上来 一路的涨上来 到现在已经67.9 几乎翻倍 所以你要是挑到像保利赚指标翻多的股票 主力据燃量在做多的股票 你在操作起来你会觉得 诶 好像没什么风险 可是你如果挑到像保利赚指标它在翻空的股票 你就会发现它怎么跌跌不休 其实操作股票呢 是有方法的 是有方法的 你只要按照主力据能量它的动态 跟保利赚指标它的方向 你来做决定 你来做操作 这都是很好的抉择 但是你不要去跟主力据能量 你不要去跟保利赚指标逆向去操作 如果逆向操作的话 你会发现说 诶 你操作就是往往呢 就是比较不容易得心顺手 那所以呢 结论呢 就是还是一样老一句话 要有一套好的方法跟工具 来协助你操盘 那以上的节目呢 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 最后祝大家每天的操作呢 都可以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的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再见 infection 咱们 好 哦 咱们 aw